百分之五十 在官方承认中国第二艘国产航母,采用何种动力之前,我们只能做出这个判断。 决定航母动力系统的因素,包括两方面,需求和能力。 从需求上来说,中国海军作为一支正在加速缆水跨地海上力量,对重型航母的需求是比较迫切的,而弧动力,正是最适合重型航母的动力装置。 同时,虽然001型和002型这样的大型常规动力航母,在目前能满足中国海军的需求,但受限于其动力系统需要燃油这一问题。 其在自治力上,相较于和动力航母来说较差。 中国海军目前极度缺乏海外补给基地,如果常规动力的大型航母,需要长期在外部驻扎或巡航,那么对燃料补给的依赖,就将可能成为其在部署上的弱点。 从这一点来看,核动力航母也必不可少,但有需求不因为完全有能力。 在船舶和动力系统方面,中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,技术并不拔尖。 与同时代的美、苏俄、英、大核潜艇相比,中国国产核潜艇的反应对在输出功率上存在差异,同时耐用性、人机功效方面也有差距。 航空母舰的多类远高于核潜艇,同时工作环境也有协助差异,因此其对核反应对的设计要求更高,特别是在输出功率方面,远非潜艇用核反应对所能相比,而中国在潜艇用核反应对方面技术又不拔尖。 这就意味着,即便退而求其次,采用类似企业号或带高乐号的多个反应对并联的方式解。 造核动力航母也没什么可能,更何况造出来,也不见得符合要求,我们不能排除目前中国核技术取得重大突破。 所以,航母用核反应对,已经不再难以攻克的可能,但在官方公布相关消息之前,一切都是未知数。 所以,对于新一代国产航母的动力系统取舍,还是要静观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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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